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知道R是approximate 静音 所以一般来说静音的前方如果有原音的时候 静音会跟原音form together去做结合 因此当R的前方有O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看待于原音的方式来做使用 而R的前方如果没有原音时 R才是辅音 所以ORE并不是原辅一 而是圆圆圆的一个发音 当然我们看到ORE在做结合时 它类似一个三元的发音 因此我们看到R这个approximate静音时 我们可以带入R control syllable R所引导出来的双圆音 而画双耳音 ORE OROR OR MORE ORE MORE 更多 S-U-R-E Sc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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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化的双耳音 OROR即可 最后再跟老师练习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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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多 S-T-U-R-E Sc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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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分 分数 S-T-U-R-E St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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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店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 多加练习